你有栽种过植物吗 心血来潮的张罗有关它成长所需的一切 种下了苹果幼苗也种下了期待 放到阳光可照到的窗台边后开始等待 一年后绽放的花不约而同的弯向窗边 形成美丽的画面 我们知道这是受到阳光诱导而产生的现象 但若我们再进一步思考 在阳光照不到的泥土中有着向下生长的根部 在一片黑暗的状况下 它受到什么样的讯号所诱导 因而知道要向下生长呢 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 让我们从14世纪 一场肆虐欧亚地区的瘟疫说起 前前后后爆发了三波大流行 直到20世纪中叶才平息 其中的第二波 造成了30%到60%的欧洲人口死亡 1666年 位于英国的伦敦也爆发严峻的疫情 临近的剑桥大学因此关闭了两年 那年 还是大学生的牛顿也受到停课影响 回到家乡英格兰林肯郡的庄园里 当时科技设备的条件并没有办法进行远距教学 老师也没有派很多的报告与作业 牛顿只能在自家的庄园不断地观察大自然的现象 白天看着树上的苹果随风摇曳 晚上看着月亮从地平线升起落下 日复一日 看似平凡在这自然界上演的一幕幕 却不断在牛顿的心中激起涟漪 为什么? 为什么苹果会掉落而月亮会升起? 为什么苹果会砸到我但月亮不会掉下来? 这样的好奇与思考从没有停过 惦记在许多前辈的研究之上 牛顿开始发展他的理论 思考是不是有一种力存在于物体与物体之间? 它的大小可能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呢? 是质量?是距离吗? 它们彼此之间可能的数学关系又是什么? 正比、反比是几次方呢? 所有的形状的物体都适用吗? 指点、球体、不规则的形状 而牛顿推测出来的这些原因 可以解释苹果和月亮的运动吗? 熟透的苹果从树上脱落后 直接向下掉到地面 会看到直线的轨迹 牛顿心想 如果拿起苹果像棒球选手传接球一样 把苹果向前丢出 那苹果运动的轨迹就会是一道弧线 那如果可以有足够大的力气 一次又一次地丢出越来越快的苹果 是不是有机会让苹果落下的轨迹 跟地球表面的球形弧度非常的接近呢? 这会不会就是月亮的运动模式? 不断地抛出问题 不断地尝试证明 牛顿花费了极大的心力 维积分这个重要的数学技巧 也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被牛顿发展出来 后来更废寝旺时地写下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记录了相关的研究历程 成为科学史上重要的著作之一 成功描述了存在于所有物体间的万有引力 证明了重力与物体间的引力 其本质上是相同的 串联起从天到地的力与运动 牛顿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 影响了之后的科学研究 建立在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上 我们得以预测哈雷彗星的回归周期 破除了流传千年的迷信 高挂天际被视为厄运象征的可怕灾星 其实就只是正常的周期性天体运动 进一步比对 在中国保存有29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 皆符合计算的结果 而月球与海水之间的万有引力 让我们能够看到潮系的现象 地球的自转影响着月球与海水的距离 距离的改变导致万有引力的变化 呈现出每天两次的涨退潮 孕育了丰富的潮间代生态系 透过牛顿发展的力学进行计算 发现计算出的天王星运行轨道 与观测的数据资料不符 推测更外围应有其他天体 就这样透过纸笔 预测了海王星的存在 并推算出它的位置 牛顿的理论 到了上解天文下解地理的程度 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又到了考考你的时候啦 ABC选项皆跟外游引力有关 而D选项则是摩擦后的塑胶吸管 会因为电子的转移而带电 所以当塑胶吸管靠近水柱时 水柱会因为静电感应而被吸引 属于电磁力的作用 太阳和地球之间 月球和地球之间 苹果和地球之间 苹果根部跟地球之间 都存在着这样的关系 同学 这里你并不遥远 你也可以试着感受 你和地球之间的连结 坐很久了吗 也许你可以起来跳一跳 感受地球的拉扯 伸展开来的四肢 疼越在半空中 重力成为身体运动的主导者 或是来一下核心训练的平板支撑 相信不用60秒 你就能深刻体会万有引力的存在 不过 万有引力似乎是任何物体之间 都会存在的作用力 那为什么坐在教室上课的时候 感受不到老师对我的作用力呢 请同学继续往下看 学会公式后 来算算看 你和老师之间的作用力有多大吧 我只是用力阳的作用力よ 但是,我的姿劳好 就是我们未经训练的编号 如果不保重的话 我们将它处理一下 几十分之间的作用力 我刚才讲到 我的船你们带你带我 不带你带你带你带我